这早就起来了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这人上哪儿去了呢这是 十点半是企划会议 十一点是看产品 然后接着是检讨会议 另外中午还有百合公司的餐会 下午呢 这个餐会让李副总去 我下午不要出去 你一个下午都不在吗 达通集团的胡董 他既要秘书刚才来电了 想确定明天的签约仪式 您是否穿深色的西装 我想他们是要 把签约过程拍下来 希望两个主角的服装 不要相同才好啊 你给我接 算了 我自己来吧 你去吧 请给我接陈伟德 董事长 今天早上 天还没有完全亮的时候 太太就拎的箱子出去了 箱子 什么箱子 就是那个出国用的那种 那种很大的那个箱子 哦 对了 我说是太太房间的时候 捡到了这个 李渔妈 你给我回那趟 爸爸 李渔 我问你 按例胡闹 你也犯糊涂 这种东西怎么能随便签字呢 你不知道他签字的盖长以后 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挽回了吗 你是不懂啊 还是存心这样 爸 这份协议书 是你请林律师拟定的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你 你很清楚 我这是敷衍案例 爸 我也是这样 如果不签这个字 昨天晚上我们一家人 就都不能睡觉了 嗯 对 你没错 爸 按例 他只是发发脾气 不会走远的 他 他常去的几个地方 我都问过了 也不好太打扰人家 小荣说他提着箱子走的 你还记得他昨天晚上说的话吗 你是指 你那个司机 他说你那个司机要是不走 他就走 都说我把他给宠坏了 爸 先别着急 安利 他很少一个人在外面 他不一定能习惯 如果没有事先安排好 对了 前连他他跟我说 他要出国 去哪 不知道 我还以为他顺口说说 我想他一个人不会出去 但是我还想 要是你们两个出国去走一走也好 对了 去 问问各大航空公司 查一下今天航班的旅客名单 董事长 董经理 大小姐的出国行程 是中国旅运负责的 这是他们传来的班机号码 还有电房通知 另外 中国旅运的许总 怕着其中有什么误会 他会马上过来 向您安卧做一个解释 不用了 安立只是忘了告诉我们酒店的名字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再问一下旅行社 现在行了 不要再麻烦人家了 好 去吧 你先等一下 李渐 你什么时候去和安立会合呀 越快越好 我看就成今天晚上的班机 张秘说 去给总经理订机票 今天晚上的 你站在那儿干什么 是 好 抓紧时间 回去收拾收拾 爸 明天 我要和达通集团签约 但签约前呢 有些条件还没有谈妥 我们同意 明天解决这些问题 让签约仪式 能够顺利地进行 您也知道 达通控股集团旗下 有很多百货公司 很多的大卖场 我们的纳菲利系列 能否顺利地打开市场 达 达通集团 是否愿意配合和支持 对我们来说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好 我跟他们谈 不行 怎么 连我这个董事长也不能代表吗 您当然能代表 有您出面 当然是更好 那你还 但是 我一定要在场 这次的合作 其实有几样关键性的条件 还没有谈妥 这牵涉到双方的利益分配 我费了很大的功夫 让达通以为 我一定会在某些条件上让步 所以他们同意尽快签约 而这项签约呢 已经是人尽皆知了 要是双方 有谁出现反悔的话 都会留下话评 我知道达通不会愿意这样 我准备在签约之前 就那些还没有谈妥的条件 取得达通方面的某些让步 不然的话 你就取消签约 可能 但还不敢说 所以我一定要在 你就不担心 达通也会有你同样的想法吗 担心 所以我更要在 我要看看他们怎么做 不 你一点都不担心 你把这一切问题 都仔细地盘算过了 你是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我是不会让公司吃亏的 也可以这样说 李云啊 你不想接安丽回来 是不是 你难道真有离婚的念头 我会去接他 就算不去 我也会跟他联络的 那就去把他接回来 你为什么不能让我和安丽之间 有个喘息呢 只要我们知道 安丽是安全的 是有计划去旅行的 这样就够了 这么多年来 安丽他从来没有单独做过什么事情 就连上个美容院 他都需要人陪着 现在他愿意一个人去看看这个世界 对他来说也不是件坏事 也许他会因为这样而开朗些 荒谬 任何一个人 在他这种情况下出国 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走动 会有什么好处 你明明知道 他不是自己愿意出去的 分明是他心情不好 任性 不服输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现在 说不定他已经后悔了 躲在一个什么角落里头 在那儿哭呢 你就一点儿不心疼啊 我当然心疼 我也担心 但同时我也认为 这样对安丽也好 他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是个大人 他必须对自己的行为 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你是他的丈夫 不错 他是应该长大 但是你能不能让他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长大 我现在和你说的 不是是非对错 是安全 安丽要是出了什么差错 他再懂事 又有什么好处 我会跟他联络的 等明天签完约了 我就接他回来 还是要等明天 李姨呢 你会把事情越闹越僵的呀 爸 这件事 我能不能按我自己的方法来处理 别的事 公司的事 人事的事 你都可以做主 但这件事情不行 安丽果然是你的太太 但她是我的女儿 我唯一的女儿 总经理 陈先生来了 让阿长送他去 我不去了 那关于机票的事 晚上几点 我还没有订呢 就照董事长说的决定吧 董事长他走的时候交代 要跟你订明天下午的机票 我现在和陈先生去谈点事 你要和旅行社和酒店保持联络 我太太一到 立刻通知我 听蔡会计师提起 他宽地很优秀 哪里 哪里 你家是本地的吗 我家是外地的 有女朋友吗 算有吧 这种事情也能说算 我还没跟人家说呢 所以只能算是我这边 那就早点说 免得发生变化 对了 昨天不好意思啊 本来说是要陪何小姐去看场地的 嗯 我知道 她跟我说过 您跟何小姐是好朋友 我们是合伙人 那您信得过她吗 怎么 何小姐这个人 有什么不对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何小姐的社会经验 似乎单纯了些 我跟何小姐交换过意见 也大致了解了 这项投资的情况 像这类健身中心 应该很难在 短时间内收费成本 相反 如果经营的不好 很可能会血本无归 何小姐就像您说的那样 几乎一点经营概念都没有 所以就投资的角度来看 您是不是在考虑过 会不会赚钱这一点 并不重要 可是任何一项投资的目的 都是为了获利 是吗 那就想办法 让她不要亏本 您是指何小姐 我是指我的投资 那您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投资呢 我明白了 您一定是为林太太这么做的 这样可以让林太太 有事可做 那就无所谓 赚钱赔钱了 对不起 我话一点多 林太太太 林太太 这里好不好找啊 林先生司机很能干 一下就找着了 你好厉害啊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找了好半天呢 你早上做运动了吗 跑步 跳舞 还游了一个小时的泳 有点累 可是觉得全身好舒服 你呢 你也运动了吗 没有 你呀 慢跑二十分钟 举重十分钟 游泳呢 三十分钟 这是何教练 今天分配给你的课表 你要在太阳下山前完成 知道了吗 何教练 知道了 谢谢你 何教练 我们现在是不是去看一下场地啊 对 我带你们去 就在那儿 优然 你和开发商约好了吗 约好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 我先看看整个环境 阿强 你开这车子到附近去看看 看看交通怎么样 交通 就是看看附近路好不好走 知道知道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他叫阿强 那不是 对 我第一次听见的时候 也觉得很亲切 你们 维德的哥哥叫陈国强 我们都叫他阿强 他现在 在美国读博士 去年结的婚 阿强结婚了 对啊 真好 陈妈妈一定很高兴了 你们认识 你看我都忘了跟你说了 维德跟我是童虾 他跟我还是校友呢 他高我两班 他来找我的时候 我真的好意外 我们好久不见了 怎么没听维德提起过 是很巧 维德 你的小学妹 以后要多多照顾 我会把优然的事 当成自己的事来做的 那多不好意思啊 就是这里 好 不错 地方很宽敞 不是 开发商啊 只把这块地方 画出来给我 这才是我的舞蹈教室 就在这个角落里面 我觉得 这里环境挺好的 采光也不错 你觉得呢 这个地方 才应该是大楼的正门 是吗 那边是舞蹈教室 这儿是游泳池 健身房在这边 中间应该是休息区 餐饮也应该在这儿 等一下 我们没有那么多地方 这个社区的条件很好 街道规划完整 公共设施也不错 连接外面的交通网络 也还可以 我们刚才来的时候 已经看到 一些建地已经围了起来 估计很快就会发展成为一个 大型的社区 很适合成立这么一个 休闲式的健身中心 可是 我们 威德 你去和开发商谈一谈 我要租下整个地方 看看他们的乘租意园 还有他们希望的租金价位 好 你要租下这里全部 这里很大的 场地宽敞 才有条件提供舒适的空间 大不是问题 怎么样完整的规划 才是最重要的 你要相信 我的眼光 还有我的经营能力 没有利润的事情 我是不会做的 你需要做的 就是做好你的舞蹈部分 我当然相信你 可是 如果开发商 不同意怎么办 没关系 这里不行 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地方 我们可以慢慢找 也许 我们应该找小一点的地方 这样就不太麻烦 对不对 你不用担心 你的梦想不难实现的 我答应你 开发商怎么说 他说还需要再考虑 韦德 你看呢 我认为 需要再一步进行评估 当然了 应该的 情况呢 我大致了解了 回头 我们找时间再研究一下 今天呢 就这样吧 韦德 你刚才说 要评估什么 我想林先生应该已经有主意了 什么主意啊 不知道 他这个人很难捉摸 会吗 你要不要送你 要不我送悠然吧 嗨 你们谁都不用送我 我自己有车啊 而且我家离这儿很近的 那你也得吃饭啊 我请你吃个饭吧 我们那么久没见了 好好聊聊 我请你们吃饭吧 你看 你平时对我这么好 我一直没有机会说声谢谢 今天就让我请客吧 你就答应吧 不是什么小馆子 我请你去正式的餐厅 我胃口可大了 我怕把你也吃狂了 没关系 如果不够的话 我可以向韦德借 下次再还给他 可以吗 韦德 柳然 林先生有太多事情要处理了 今天的我春风来已经很好了 别再给他出难题了 要是你真想请吃饭 那我吃亏点让你醒好了 对不起啊 我没想到 陈先生太客气了 我的生意没有做得那么大 那你谁答应了 你打算请我吃什么 什么都可以啊 你喜欢吃什么 阿强也来 阿强想吃什么 何小姐 你发财了 你看 我们现在有好多人 吃什么都可以了 既然机会那么难得 不如把林太太请来 一块热闹热闹吧 悠然啊 人多他也都开心 好啊好啊 那一起吧 我太太不在家 下一回吧 林太太已经出国了吗 你怎么知道 我是今天早上才知道 看来你的消息 比我快一点 我是猜测 因为我曾经听 林太太提起过 她去买机包钱 也曾经路过事务所 我当时只是以为 她心情不好 后来在酒吧 她跟我说 酒吧 也不能说是那个时候 她跟我说 哎呀 维德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优然我不知道 她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这没什么 她认为你是她的好朋友 你了解她 不过我 林先生 你误会了 没关系 这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太太的性子就是这样 啊 我想起来了 我还有点事没有处理好 吃饭的事改天好了 可是 没关系 下回有机会你再请我吗 伟德 你陪优然去吃饭 别阵让女孩子请客 林先生 我先走了 起车小心点 林先生 伟德 你怎么知道她太太的事啊 优然 这绝对是个误会 林先生根本就没有听我说清楚 事情也不是你想的那样 林先生和林太太 可能是有些不开心 但那跟我没有关系啊 不错 林太太是跟我说了 许多她私人的感受 可我只是个听众而已 我并没有介入他们夫妻之间 事实上我心里 看起来 她过得并不快乐 什么 伟德 她不高兴了 是不是 他们夫妻之间 是有些小问题 伟德改天吧 改天再一起吃饭 阿强 停车 老板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知道 您不想做事 想走路 没关系 我在后面跟着你 你要是累了呢 您叫我一声 我不打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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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小姐 何小姐 老板 老板 林先生 不行不行 我想了想 还是要 不急不急 慢慢说 我还是要请你吃饭 你想吃什么 来 你下来 上车 上车 你不要骑那么快 会很累的 没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你骑得越快 力气就用得越多 你就越容易饿 你越饿 待会儿就吃得越多 我可就倒霉了 没关系 你钱不够的话 我就留在饭店 给老板打工还钱 你心情好点了对吧 你笑起来的样子 多好看啊 是啊 心情好多了 没想到 大声说笑 也是会传染的 小心要下坡了 怎么会联系不上啊 你这个秘书是怎么当的 那就去找会计师 总不会连会计师都找不到吧 别说了 别说了 马上去找 找到以后 让他立即给我回电话 不 让他马上回来 张秘书 你不要去找林医院了 你看看安律 住进去就这样没有 还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 日本到这两个小时就到了 有地址有电话 怎么会联系不上 也许也许 哪来那么多也许 去 旅行社酒店都给我问问 问问清楚 董事长 能开饭了吗 我不想吃 等你回来再说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跑不动了 吃的太多了 这下不知道要做多少运动 才能消耗掉啊 来 接着来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的学生们啊 每次都向我抱怨 他们吃了太多东西 体重控制不了 我就板起脸来教训他们 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压抑冲动 现在我知道了 我错了 欲望是可以克制的 但是心情不能啊 心情那么好 看到的想到的听到的 都是开心的事情 谁会注意到自己吃了什么 喝了什么 对不对 至少我是不能的 你呢 我 我本来是可以的 所以咯 好心情啊 是会传染的 我 我 就是被你传染的 若哥 你现在问我 刚才都吃了什么 我是真的一点都记不得了 只知道 只知道 你吃了太多了 对吗 嗯 你也别笑我 你刚才跟我吃的一样多 最少要跑一个小时才行 如果 我有时间的话 明天你一定很忙了 明天 我有一个重要的约要签 还有 大老板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才不要做大老板 哦 原来是这样 今天 是我认识你那么久以来 你笑的最多的一天 看起来 年轻很多呢 我看起来很老吗 嗯 比韦德老一点 哎呀 老一点好 看上去比较规矩 这是批评呢 还是表扬啊 真的 你看起来啊 就像是尺子画出来一样 方方正正 规规矩矩的 一点缺点都没有 让人觉得 你很值得相信 也愿意跟你亲近 我想 你的朋友 一定都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 你才能做成大老板啊 我的朋友呢 没有你想的这么多 不过 敌人 也不多就是了 你还有敌人啊 总有一两个吧 那他们欺负你吗 不会 因为大家都懂得 互相攻防 将损失 减少到最低 那是什么样的敌人呢 你们吵架了 所以你太太才一个人出国 不告诉你 你一定很担心 对不对 担心 是一定的 他一个人出国 是很让人担心 没关系 过几天 等他回来了 你把为他成立健身中心的事 告诉他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把不高兴的事情 统统忘掉 为他成立健身中心 对啊 维德是这么说的 我想也是 你真好 我知道你不开心 所以才拼命逗你开心啊 没关系的 过几天就会好的 女人嘛 都喜欢撒娇的 你太太还好 只是出国去散散心 换做其他的女人 想出来的花招 你们男人想都想不到的 你好像很懂那样子嘛 不是我 是我的学生们 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大套修理先生的办法 有一次啊 我还听到他们 互相交换修理先生的办法 我都挺同情他们先生的 你将来 也会这样修理你的先生吗 我才不会呢 我最担心我身边的人生气 要是没有修理好 反而更生气了怎么办 是啊 生气是很伤身的 可能我又闯祸了 他是故意的 他就是故意的 你和安丽 领养一个孩子吧 我不顺从他的 我不需要他的同情 更不需要他的怜悯 这哪儿还像个家呀 为什么受罪的人一定是我 我做错了什么 我那么爱他有错吗 他就是故意的 我每个人都够 我都不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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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逼深陷 你但无法离开爱你的心思 还是那么奇怪 我也知道你心中充满期待 让时间来慢慢抚平往日深海 一个人在夜中 当目的徘徊爱你的心 又如 经常般的澎湃 总幻想着老天会刻意安排 下一秒就会把爱情慢慢开 我们应该想要 时间总会把我去冲淡 无法牵你的手 走进幸福地带 我会同样开心看着 你永远愉快 我们应该想要 爱情路上总有太多障碍 我也天天期盼 你转心回来 并不舍求你陪他 冲淡地离开 因为我害怕同样 我会给你带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